他是大陆最有名的方丈 外国媒体曾形容 适用性是披着黄色袈裟的CEO 会这么讲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他1999年接掌少林寺以来 先是将少林武功秘籍公布在网络上 还成立武僧团出国表演 和电视台合作综艺节目 将少林寺完全商业化经营 少林寺又是胆固民理 可能大家也就不知道少林寺了 因为社会没有商业 物质就不会流通 没有商业的话 这个社会就回到原始时期了 商业未必是坏事 根据世永信的说法 即使千年古寺也需要与时俱进 但不止世永信管理少林寺的方法有争议 他个人的行为举止也让外界有诸多质疑 先是初入开豪车 手机不离声 更印有自己的名片便于洽工 更是大陆的人大代表积极参政 完全颠覆对出家人刻苦出事的看法 认为出家人是女简术 女事无尊 每天就是手入寺院念福 做餐 这是一般的 这是他你武侠小说上说的 就是一般的 是从戏区里边 从这个穿梭里边能找到的 除此之外 环绕于世永信的还有他与女性的关系 不过世永信几乎从不对外解释 他认为不解释就是最好的解释 但无论如何 世永信已经成为少林寺千年以来争议最大的方丈 记者综合不到 实际谈那